5月15日 李玉刚艺术工作室发文称 关于李玉刚先生 嘎那红毯遭驱逐 做如下的声明 并配上声明照片 声明称 李玉刚先生被授予了 中法文化推广大使称号 前往法国推广中国文化 且得到中国电影基金会的支持 以及嘎那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的 法国电影《太阳之女》制作方 正式邀请 参加首映红毯环节 并观看竞赛电影 非凡娱乐 张力巴道